民进党英系立委罗志胜 选前爆出多部性爱片 片中男女主角不但正面影像清楚 连声音都被说很像罗志胜 但罗志胜当初斩钉截铁的说 这影片是身位影片 这个所谓的身位影片并非我本人 但传出新北市调处查了半天 最后鉴定这影片并非身位 更离奇的是检调近日还将以 查无被告找不到被害人的方式来迁捷 外界好奇难道影片根本不是假的 那个已经是活生生很清楚 全台湾老百姓都知道那个影片就是他 大家也知道他在凹 罗志胜你真的是个负面样板 网友傻隐狂轰难道大家看的不是谜片是鬼片 别忘了罗志胜还照踢爆偷偷录下 蔡总统还有苏贞昌的对话音档 你看里面很多的录音啊录影啊 都是罗志胜跟赵天林自己本人自己录的 他录了音要给谁听呢 民进党该调查的不去调查 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做 媒体的操作认知的作战 有人统计蔡总统任内发生的奇案 包括罗志胜疑涉涉嫌性爱片 总统录音案 郑文燦疑似开访案查不出来 连陈宗燕的小云案当初都被牵截 蓝军炮轰难道小云爱降级的案子 只要喊卫造跟认知作战 最后通通会没下文 民进党的这种政治人物的格调人品 已经荒谬沉沦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 我们的检调司法 你明明就知道是谁 是你不敢查 你不敢说 你检调司法的独立超然 早就没有了 已经变成民进党的东场了 讲起来实在很气 看到司法这种被民进党拦止 媒体被民进党掌控 民进党什么都敢做了 民进党大官立委丑闻连环报 最后不是查不到就是变弦案 外界痛批就怕司法只执行蔡总统的意志 未来黑白是非将由民进党说了算 记者杨洁王志恒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